中国十一国庆期间出现了购计的热潮 门市人员表示华为三折机和iPhone16系列全部都加价卖 甚至得要用抢的才能够买得到 苹果iOS18.1作业系统即将在10月28号发布 包括在任何APP上都能够使用的写作工具 通知摘要以及照片消除背景杂物等等的AI修图功能 电子商场挤满逛街人潮 这里是中国号称电子第一阶的滑墙北 中国十一架期间深圳推动以旧换新补贴政策 引发民众购机热潮 像是华为最新的三折机和iPhone16全部都加价卖 要买基本上要靠墙 多款机型在国庆期间出现了现货紧张的情况 部分店铺甚至需要加价才能买到现货 加价幅度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有黄牛透露华为Mate XT非凡大师 普遍加价三到四千元人民币 门市人员表示iPhone16 Pro系列 则要加价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人民币 不加价的地方几乎都缺现货 不过中国境内享用AI还是得等到明年 而苹果内建AI功能的iOS 18.1作业系统 即将在10月28日发布 另外还有自动消除照片背景中的杂物 或是输入形容词句搜寻特定照片等等 全新i功能之所以延迟到月底 是为了检查bug测试AI云端伺服器 是否足以支撑庞大的新流量 确保i15 Pro、i15 Pro Max 以及i16全系列都能够使用 而对手Google推出安卓15 发布日期则将是落在10月15日 值得一提的是 安卓16作业系统也将首度曝光 发表时间改掉过去一贯作风 将提前到明年上半年 据人皇帝们演讲到台北参观报道